是一個比較大的術進步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計畫 事實上那個謝教授跟政典 他們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 然後預計要展開 那我想這一場就由謝教授來說明一下 他對於這個計畫的一個構想 那實際操作帶著反對去大陸做的大部分都是林博士 那林博士他也記得長期的調查的經驗 那我想由他們兩位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因為特別是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團隊的成員都在這邊 大家可以有一個思想交流的機會 好 我們就先請那個謝主任來做 不然你看他那個想法的一個說明 不好意思 那今天來做一大報告 各位老師 各位參與的成員 以及各位受邀的來賓 我們這次的計畫其實從去年就已經啟動了 那我們這個計畫主要是以佛教跟道教這兩個部分為主 那我們跟譚老師之間也有很多的一個訊息的交流 就是構思這個計畫做 那我現在介紹的部分是比較史前史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斷在49年 那49年之前的這個道教的一個形塑的過程 我在這邊先做一個介紹 就是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道教是這個現象 那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一種面貌 那我們現在目前收集來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地方的道教的現象狀況都不同 那這個不同呢跟原來帝制時期的宗教的一個聯繫跟關聯 我們可以回過去看過去帝制時期的宗教的現況跟現在宗教恢復以後的一個狀況之間的一個 就是比較動態歷史的一個面貌 我大概是從這個角度先講 然後等一下證人會更仔細的來交代說 我們這個計畫在進行的過程當中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狀況就是我們發現每一個地方 我們所謂道教的恢復或者是道教的復興 發現他們每一個地方的差異性非常的大 差異性非常的大 那這個就跟原來他宗教的生態環境有一個很大的關聯 那我現在先從這個歷史的角度來談一下 所以我談的是一個比較歷史性的一個東西 那我先談一下 先從一個西方的角度來看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等一下我們順下來看大概就會比較清楚 就是我們現在發現道教這個語境出現在西方 這個術語正式被定義出來是大概1893年 這個術語被正式出現 那在宗教的部分我們也知道說 在宗教學裡面從宗教的多元性發展出一個宗教的概念 這個從Max Muller開始 那而且開始也對宗教下了一個定義 這個都是很近現代才發生的一個事情 都是19世紀才發生的一個事情 那中國的這個宗教脈絡呢 它基本上是從日文輸入的 這個詞是在日本被拼湊出來 那是在明治維新以後被拼湊出來 這個概念在輸入到中國 所以中國有用宗教這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一件事情 就是從Sukio這個字轉成宗教這個字 那這個字大概是在日本德川時期 這個宗教這個字開始出現在日本的語境當中 然後明治時代的時候呢 他們開始用宗教這個詞來轉譯英文的religion這個概念 日本人已經開始在反省日本到底有沒有宗教 其實這個宗教的這個語境呢 到底這個概念到底適不適用在日本的這個環境之下 所以宗教它是一個外來的概念 這個在日本已經有做這樣的反思 那我們現在從這個概念再回來看 道教作為中國民族宗教 它在經過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它經過一個重塑的一個過程 那我等一下是稍微介紹一下這個重塑的過程 這個就是說我們現在在中國大陸做田野調查的時候 我們會面臨一個狀況就是有一個官方定義下的一個道教 可是我們剛剛這個唐伯仁老師告訴我的 我們的是你實然看到的一個道教的現象 跟官方定義的道教現象是有距離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在我們實際上看到的現象 跟過去歷史發生的這個道教之間的關聯到底是什麼 它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行述的過程跟道教這個觀念有很密切的相關 然後我大概把這個歷史稍微交代一下 大概就是在嚴復在1903年的時候 他開始也正式用了日本宗教這個概念 然後用對定到religion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語境就開始出現在中國的這個脈絡底下 成為現代意義的宗教概念 那直到梁啟超的這個新民重報當中 對宗教迷信致信等仔細的西變 才開始把宗教跟迷信分離 而且迷信這個概念其實對中國影響力量更大 它也是一個從日本引進來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迷信這個概念 當然過去中國有銀次的概念 但是迷信這個概念其實對後來中國影響非常的大 到1920年代以後 國共政權都發動這個大規模的反宗教迷信運動 這個是從1920年代開始到1949年為止 這中間其實對迷信這個概念做了出很大的一個影響 這個影響從剛剛講到的這個反迷信運動 廢廟半全、風俗改良一直到文革 這個影響的概念非常大 所以在西方我們剛剛講 這個西方宗教這個概念如何進到東亞 再進到中國 然後道教開始也受到這個影響 而且要用這個概念去形塑當代的道教 所以我講的是這個道教形塑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這個西方世界宗教的這個概念底下去認知道教 就會有一個現象就是用西方的框架去定義道教 這個導致一個現象就是會忽視邊緣化很多道教原來有的東西 或者是甚至我們可以講說本質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一種religialization 就是一種宗教化的一個過程 道教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宗教化的一個歷程 那清末以來的這個道教的範疇原來是非常廣 其實我們剛剛也在講 你到實際上去田野看 當代的田野去看 道教它還是跟民間整個社會脈絡有一種很綿密的一個聯繫 那有些這個聯繫已經有點斷裂 現在試圖要重新連結回來 這個我們現在很注意觀察就是這個現象 就是它怎麼樣重新回復原來的這個連結脈絡 或者是聯繫網 那我們現在原來看 其實早上李老師講的已經很清楚了 我想李老師講過那個以後 我想我現在講這個大家已經覺得是 好 那李老師早上有講過 道教這個部分包括制度化的道觀組織以外 還有很多的地方性的這種道坦火居道士 還有自我修煉的這種傳統 包括文人內丹傳統或者影視傳統 隱居的這種道教傳統 更重要還有這種匠神、福蘭、基壇等等的這種 很多種各式各樣的這種傳統 都是放在道教這個很寬鬆的範疇底下 那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一種聯繫脈絡 跟民間宗教有一種網絡上的一個連結 那以上的這種道教各個層面都跟民間宗教 有不同程度的一種關聯 這個民間宗教也是我們現在定義出來的 那尤其其中地方性的火居道士跟民間有一種緊密的聯繫 是一套很綿密的那種聯繫系統 那甚至可以形成一種地下組織 就是地下的一種管理跟政府 那受到西方這種民族國家的這種影響 中國接受世俗化的這個模式 開始重新定義宗教 用一種二元的概念去區分正統跟廢正統 那在這種國家主導知識精英的過程當中就開始形塑道教 然後開始把一些被認為不是道教的東西 把它排除在邊緣化以外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看到過去的這種網絡 它就開始受到破壞 所以二十世紀以來的這個宗教跟民性的這二元框架 是在國家跟知識中心的一個地方去形塑 它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這個政策對於宗教跟國家的分離 成為國家治理的對象 這個在國民政府時代就開始制定了很多法律來管制這些宗教 那把某些機關給以合法的地位 准許組織神職的道士設立道觀跟道教學院 這個是民國時期以來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模式其實完全是仿造宗教這個概念思維 而且也是在西方的這個制度教的這個基礎上面 去重新形塑進式的一個道教 那在這個西方的這個定義的大道教帶來了相當的局限 比方講就是說教義經典組織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層面 但是通常這樣子就是早上李老師在講那個實踐層面 就會被邊緣化或者是忽略掉 那實際上呢修煉儀式服務法術等等這些 包括服卵基壇等等這些東西 是道教裡面很核心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不過這些東西開始慢慢的被化育為民族文化 或者是用文化遺產 就是用文化標籤 或者是遺產的那種標籤去去概括它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宋元以來的這種民間宗教跟道教的一種綿密關係 它其實也是道教的一個命脈 就是其實很多的這種地方道士都是圍繞著這些 職廟或者是公貫或者是廟宇維生 它其實是一套很綿密的這種互利的一種維生系統 所以這個系統開始慢慢的斷裂 在民國以後這個脈絡開始慢慢的肢解 那從廣袤的這種信仰脈絡當中被孤立出來 然後對重新的形塑跟界定 那這個我們現在開始對實踐層面的忽視 或者是貶硬 這個把它嚴重的就是把它列為民性 輕微的就開始把它提升到類科學 或者是準科學的層次 這個佛教跟道教在近現在都面臨這個問題 最近很多新出的一些學術著作 在討論佛教科學化的一個過程 民國以來佛教科學化的一個過程 就是用很多科學的理論數據 或者是等等去解釋佛教 那道教一樣從陳英寧以來 他就到這個我們知道天地教 他就一直試圖用一種科學的理論去架構它 其實背後就是在我們知道這個宗教這個概念的一種 形塑的一個過程 那百年多來一系列的國家政治和這個社會運動 都在形塑和影響中國道教的發展的軌跡 跟它的形態 所以政策思維左右道教的這種發展跟樣貌 那直到近年來 宗教在復興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慢慢去反思這個中間的一個改變 就是這中間受到的這個摧毀或者是毀滅 這中間斷落的網絡它怎麼樣重新恢復過來 從歷史上來看這個廟場辦學這個運動 還有風俗改良等等這些運動 新生活運動 這些運動以各種不同的法律來界定 其中一條法律很重要就是1928年的這個神祠純廢條例 那這個達到一個頂峰 所以當時很多的這種互相的抵制運動 這個近時所他們看報在做了很多的計畫 包括早期的這個城市道教計畫 跟近現代的這個就是 剛完成這個改變中國宗教50年這個計畫 其實是在討論這個過程 就是這個過程當中對民間宗教也好 對道教佛教也好 都形成很大的一種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這種宗教改革瓦解了以地方廟宇為中心的 這種民間信仰網絡 所以嚴重的就會影響到火居道士的生存 所以跟原來道談慈廟信眾這種網絡關係 也開始受到破壞 那也改變了這個地方宗教的樣貌 那另外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如果看明清以來的這個道教 伏肌伏鑾降比這種活動的組織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整理這個道章集要的時候 發現幾乎都是這個符鑾鑾堂產生出來的這個文本 而且他們是以散堂的方式在傳播道教 道教儒家很多信仰都是透過他們這種傳播網絡 以散書的這種系統在傳播 那這裡面還包含了道談、道堂還有談等 他們有很多的這種分箱網絡 那成員包含了道士也包括很多的居室 在做這樣很多的知識心都在從事這個活動 但是這些神明呢 他都是以旅主、關公、祭公這些東西透過扶鑾 然後很多很重視送經、養生、內丹、治病、驅邪 和各種慈善活動 尤其是慈善活動 這近現代的慈善活動 大部分都是由這些鑾堂、道堂來從事的 更重要的是他們這些散書是傳播道教 訊息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那這個類型的組織經過經歷化一個道教化過程 其實這類組織本來試圖在這個時候轉型 成為一種 就是說他們也從事慈善事業 在做出版教化 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像基督教 但是這個1949年以後 他開始受到封電迷信以及匯道門的打擊 在近現代這種道堂跟基壇 這個已經在大陸已經比較少了 那再來一個就是城市道教 城市道教就是說在近代中國道教的演變 它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比方道觀城市信眾啊 然後跟這個宗教界的關聯 還有他們靠這些知識精英來重新形塑 近現代的一個道教 就是透過書寫透過知識精英的一個力量 來重新凝聚這個能夠現代化的一個道教 所以近世的這個道教跟近現代道教 形塑有一個很緊密的一個關係 那他們也因應不少挑戰 所以這些人甚至慢慢後來就形成後來的 所謂的中國道教會 還有歷代的這個道教會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49年以前上海是一個據點 所以像陳英寧這樣的人 他們就是有很多的組織 內丹的氣功的修煉等等 就是試圖把道教用一個現代的語言來解釋 那知識精英所界定的道教 到底有多少的這種實質 這個是其實就是我們這個計畫想要反思的一個問題 剛剛譚教授講到這個佛教要反思的議題 這個我們道教也開始要反思不同的一個議題 那很多東西在道教的近現代過程中所建構出來的一種實體 那其實我們現在開始要反思 包括整個教育體制 包括像道遠 我們也去武當山 還有參觀了這個武當山的道教學院 包括看過他們的課程 然後跟他們的道遠 這個學生有很多的這個互動交談 那從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官方所界定的道教就是道觀道教 他們規定道教的活動宣教或者是儀式只能在宗教地點 那個地點據點就是道觀 所以現在很多的研究是以道觀道教為主 可是過去整個我們看到從歷史發展以來 基壇的道教地方道壇或居道士 地方還有很多的法師 我們在做的很多的研究個案都是以法師為對象 甚至看法師跟道士之間的關係 法師跟這個釋教的儀式之間的一個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自我修煉 還有隱居的道士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研究裡面有很多道 很鄉下的地方看到一些隱居道士 他並不是住在官邦合法的這個道觀裡面 可是他是有自己的一套隱居的修煉系統 另外一個就是居士道教 那這些應該都放在我們口述歷史的調查的視野當中 就是說除了在這個過程當中行出出來 過去道教的很多的面向 今天都有不同程度的在恢復 那他怎麼恢復 他如何重新建落過去的這種網絡 那過去的這種信仰系統 分鄉系統 甚至是朝鄉、尋鄉、朝拜的這種系統 有沒有恢復或他們怎麼重新建構 那過去我們將宗教主體化把它視為客觀的主體 但是這個傾向忽略信仰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這種根源又跟過去對宗教的集體認知 而且把它概念化甚至實體化 那我們現在反過來要問的就是說 那人在這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人當初只是歸屬於某一個宗教 但是沒有去注意到信仰者的主動性、包容性跟變動性 那從有限的這些書寫還有口述的訪談 我們希望重新延伸這個宗教的這種論述 然後重新從個人的角度 從點狀的這個個人的角度的論述 然後的交流 然後互相創造的這個過程 來看到更多當代道教動態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口述史的這個研究方式才點狀的描述 就是以各點每一個人做口述史 而且不同的句點 以點狀然後慢慢連成線狀 再來建構出24世紀後半夜的這個佛教跟道教的這個口述史 所以口述的歷史書寫是書寫一種 我們要建立這種社會醫師多元的這個歷史 那也可以捕捉到個人獨特的記憶跟他生命的故事 為宗教賦予豐富而多采的這個面向 那也給他一個生命的素質 那進入多元的不是單一的聲音 所以讓不同的 就我們剛剛講的 這道教有這麼多的面向 每一個面向我們都可以採集不同的人物 然後看一看他們的生命歷史 用他們自己的聲音來發言 這個方法可以建構一個非權威性的史觀 就是用一種非中心的一種宗教脈絡 那從道教徒個人的生活還有交流開始討論 然後我們問的問題大概就是比較個人的 他的生命歷程當中碰到哪些階段 這些階段他如何去因應 然後他是不是出家 那出家的過程如何 不是出家 他是居士的話 他怎麼樣的參與這些佛教團體 那他對人在他這樣的過程當中 展現出不同的這種細微的差別 跟這個動態的過程 所以我們訪問到 我們現在光是每一個人回來的個案 差異度就非常的大 但是這個是很好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宗教的一種多樣性 那把信徒的日常生活當做道教的主要課題 用這樣的進入去探討道教的生活方式 這是剛剛李老師講的日常道教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從這裡也透過信仰者來探討道教跟國家論述 或者是精英論述之間的一種 內在的一種心理之間的一個關聯性 那其實我們這個 之前我們上課在討論很多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用了這個謝道林的一個研究 他的研究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在訪問這個陝西那邊的道士 其中一位道士叫任法九 那這個任法九他用他一天的這個生活 從早到做什麼 然後晚上結束 他是怎麼樣結束 他一天的生活來論述 然後用他一天的生活裡面去穿插他一生的這個 從道的一個過程 所以那篇文章是看起來還滿詩意的 但是其實他這個就是一種另外一種形態的口述史 透過這個人的生命史 那以及他一生的過程 還有他一天是怎麼一個出家道士 他一天怎麼過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來看待道教當代的一個既有歷史性的發展 也有當代性的一種現象的觀察 那也可以他也探討了像出家等等 所以我們也透過像這樣的類似這樣的一個作品 來探討當代道教口述史可以怎麼做 這是其中的一種形態 那我們現在目前有的點 大概像河北、甘肅、陝西、山西、湖南、貴州、福建、浙江等等 我們今天接下來一系列 大家會在不同的據點為大家做一些報告 好 那我的簡單報告到這邊 接下來請政員來為我們仔細的介紹這個道教口述史這個計畫 謝謝大家